其實從連世文跨入政治以來 他就是美光燈的焦點了 那麼除了你剛才提到的槍擊事件 真的讓他非常重視他的安全以外 去年的他的姐姐 連會新的禁藥風波 還有頂新的TDR風波 多少都是讓他的形象 有一點受到影響 因為他以前形象其實還算是蠻清新的 就稍稍微微也是受到了一點影響 可是他回應其實還蠻 算是強硬的 他就說如果他真的要參選台北市長 這些只是小菜 這些只是前菜 那如果說這些只是小菜 這些只是前菜的話 什麼是主菜 你怎麼看他的發言 其實我們先來談一下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其實不是一直都非常的 就是說讓大家覺得非常清新這樣 就是說在早期大家對他來講 覺得說他有一點比較傾向 公子哥的那種感覺 但後來我覺得 他慢慢就變一個比較成熟的一個人 就是他自己再出來創業 然後工作之後 然後幫人家站台複選 我覺得他在做人處事上面 就成熟非常多 我覺得他才給他非常大的幫助 就是說他就是從一個小孩變大人的那種 給大家的感覺是這樣子 那在這方面說說在台北市這邊 他又加上有之前悠悠卡公司 董事長那個經理成功幫悠悠卡 就是說讓他可以成為那種電子 電子錢包之類功能的時候 就是說他其實幫悠悠卡轉虧為營 我覺得這個大家看在眼裡會覺得說 他其實也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各方面來說比較起來來說 他這個形象才慢慢正面說建立起來說 到現在為止就是說 在藍營裡面沒有人可以跟他抗衡的情況 在台北市場選舉的部分 但是我覺得這不代表說 他就是不會被挑戰 就好像說他自己講說那個是小菜 將來會不會有大菜 或還有火鍋什麼出來的 你一定會有 因為他自己 我們去看一個政治人物 你在政壇裡面打滾的時間越久 或還有就是說你的位子越高 你被人家起底 被人家挖 反左勿必留下痕跡 被人家挖粛 被人家接窗疤 被人家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種程度就一定越深 不曉得還主播還記不記得 就是他的父親幾年前 就有那種跟武則元的 那個3628萬的那個風波 就是說像類似像這一種 他自己的家族 還有就是說他身邊的人 這些東西當然就是說 這是他的資源 我覺得這是在選舉來說 這是他的資源 但另外一方面 他來說也是他的原罪 將來在選舉的時候 不管是他姐姐的問題 他爸爸的問題 他自己的問題 他們的政商關係 或是等等 這些都是會被 一一拿出來做檢視 因為台北市長是一個非常 職位非常高的一個選舉 在全國來說 幾乎就僅次於總統選戰了 他的等級大概就僅次於總統選戰 所以說他的對手 不可能再有任何手下留情 或是說我等著說 等他總統選總統的時候 再拿出來 不會 接下來一定是說 所有只要是有 他的負面資料 在選戰的時候一定會被拿出來 這些資料會是什麼 我不知道 這個東西可能就是說 慢慢加在選戰 慢慢打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回到我們剛剛 第一題討論的那個題目 就是說他這個東西 他當然自己也要考量的 就是說他到底還有哪些 未爆彈可能是沒有出來的 現在可能就是說 趁著這一段時間 就是說還沒有全部參選的時候 能夠米平的就盡量米平 就是說怎麼樣去總整一下 將來可能會被打的地方 然後再來 將來要怎麼樣回應 就是說他確定自己是 完全就是 你在選戰的時候 在這一方面是可以解釋得通的 他再決定出來 我認為是如此 我們來看看 這節 很好 這裡 我們來看看